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今天的記者會 非常歡迎你們今天都能夠歷臨現場 為了我們這個 無理賠前資證的英文回憶錄新書 簽書發表會來做採訪 那今天我們知道說 很多人對這個無理賠前資證呢 他的一些一生的過去呢 還有他的一些想法非常有興趣 那尤其台灣最近呢 又在這個國際能見度增加了 變成說更多人對台灣人的那個歷史 台美人怎麼樣奮鬥 然後得到民主化這樣進程呢 有很大的興趣 那這次很高興我們有機會 台灣會館基金會有機會舉辦這樣的記者會 來讓這個無理賠前資證呢 親自到這個6月12號2點 然後在San Gabriel Hilton這個活動裡面呢 親身說法 然後呢來讓大家認識一下 無理賠是什麼樣的人物 那在我們這記者會開始的時候呢 想先請我們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基金會的 副董事長王智爾蔡來問我說這句話 謝謝 我們陳果策部份 然後我們的陳董事長 我們的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謝謝你們今天來 那今天主要就是我們台灣會館的創會董事長 出了一本英文版的合育錄 那我們會館很高興能夠替他辦這個會來辦一個簽書會 然後在6月12號禮拜天 禮拜天 這下午2點 那我們很感念這個無理賠先生 他一生的奮鬥 然後最後成為一個銀行家 然後他覺得有社會責任投入這個民主自由活動 然後不予疑慮 那甚至就回到台灣來打拼這個民主自由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他能夠出一個英文版的這個回憶錄 主要就是說讓我們的年輕一代能夠好好的做一個榜樣 跟誰他的腳步能夠做一番的借鏡 那我們今天謝謝各位 謝謝蔡普董事長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請到幾位在會館的歷史上中央級的一些 前幹部跟前領導 那主要這次其實會請這麼多前董事長來到這裡的原因 是因為無理賠自認他非常希望能夠由最認識他的一些人士 來親身說法 所以分享一些過去的對無理賠的認識 比較了解的一些看法跟見解 那首先我想先請我們的田英宏國次顧問 也是前大洛生西台灣會館董事長來問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 蔡漢城副董事長 還有我們幾位前董事長 賴一位前董事長 華為公前董事長 當然賴蘇元副董事長 各位媒體朋友各位前輩大家早 時間過了很快 我想可能在我們之中我大概是最早認識吳先生了 在洛杉磯 現在算起來我認識洛杉磯 我認識吳先生是1982年的5月 所以認識吳先生已經超過40年 我們當然吳先生這一生 尤其在美國 當然前一段他在阿拉斯加的時候 我並不認得他 這只是跟他相處40年 所有的點點滴滴所有的貢獻 並不是能夠真正的就在一本書 能夠完全記錄的 吳先生不只是一個對台灣的關心 當然他也見證了台灣的民主的過程 從他當初倉促的離開台灣 因為那時候謝崇敏被逮捕了 那他因為那天在跟謝崇敏要見面的時候 他告訴我 他常常處的從台灣離開 然後到了美國 從他到碩士班 怎麼樣子的很困難的學習英文 然後因為生活 到阿拉斯加去 從阿拉斯加的銀行基層做起 一直到來到洛杉磯 在洛杉磯 為我們洛杉磯的台美人打拼了40年 雖然我們看到我們的很多新聞稿 我們這些講的很多都是 吳先生對台灣民主的貢獻 吳先生對民主的渴望與追求 還有他把萬通銀行經營得很好 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我其實感受更深的 當然我們賴蘇言副董事長也可以見證 就是說 吳先生自從1980年開始 也就是我的老闆 也是我的人生的導師 他除了在對台灣的混鬥 對我們台灣會館 對我們台美人的支持跟發展之外 其實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感恩吳先生的栽培 包括很多在銀行這幾十年來 他的客戶 吳先生也是盡量的在幫助他們 在他們的事業上的發展 尤其是這麼多年 銀行 一位萬通銀行栽培了非常非常多優秀的 台美人的第二代 這些人現在在我們華製銀行界 都是有非常高的地位 而且也是有很好的成就 我想這一點也是我本身 還有我們這些受到吳先生指導的人 一直感念跟感恩的 所以吳先生不只在事業上成功 不只在對台灣的民主的貢獻 我可以說吳先生也是我本身 跟很多像我這裡同樣的人 等人生的導師 我本身是一個最好見證的例子 我是因為吳先生的關係 我才踏入銀行界 所以我今天在銀行界40年 也完全是因為吳先生 才讓我做了人生最大的改變 所以我就像蔡副董事長的 我是希望吳先生這本書 能夠啟發我們的第二代 對吳先生的認識 而開始能夠對個人的生活的規劃 對台灣的堅持 對台灣的愛護 對台灣民主的追究 還有對人生的發展 跟人生的成就 會因為吳先生的這本書 而得到很多的啟發 這是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 能夠從吳先生的書中 能夠看到吳先生做人的精神 謝謝 感謝天國 我是顧問 接下來想請我們的 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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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董事長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各位媒體朋友 看到你們大家都非常的年輕 以前我在這裡 主持這個 記者招待會的時候的 老面孔也沒有剩下幾位 這個時間的巨人 就是這樣子 很快就連過去了 吳先生 我認識他也跟Alan差不多 在1980代中的時候 那我們有幸還算是中部人 台灣的 我是台中人 他是彰化縣的寡鄉 那在1996年 第一次民選總統的時候 我也有幸參與 回台灣做第一次的總統選舉 我非常的懷念那個場景 就是在他們那個大廈 在新的那個英文書裡面就講說 那個就是一個小地方 就是一條街 差不多是一百個公尺的一條小街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台灣 在那個時代 每一個鎮的場景 我小時候的時候是在草屯 就是差不多將來一條街 五個亞一直在 就是火車站 那現在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那Helton Hillary 所以肯定很講過說 It's take a village 去race the character 一個person 這樣一個城鎮的人 都有互相都有影響 我到現在還很記得 我在那個長廊上 聽那些長輩講的話 我都非常非常的清晰的記憶 都還記得 所以呢 吳先生這本書呢 他是1935年到現在 那個年代的人是我最羨慕的 因為他們在第二次這個炸彈以前 在日紀時代 然後又經過那個 國民政府到台灣 還有中國縣 他們是一個很長的一個世紀 不同的很多不同的經歷 那吳先生這本英文版啊 我已經有朋友看了 已經有很多的那個comment 他說這個好像是個美國人寫的書 我說是吳先生的原著 但是經過兩個 一個翻譯 然後再一個英文的編譯 而且英文的編譯是 第二代的台美人 他是在紐約長大的 所以他寫起來的語氣就像美國人 這就是這個two country 這個意思啦 我們來美國移民來美國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台美的 可是呢真正是我們是美國人 這樣才有一個歸屬 所以我希望呢 在吳先生的這本書呢 能夠啟化我們的台美人第二代 因為他們可以看到 那個不同歷史的演變 這個不同歷史的演變 誰是你的國家的主人 現在我想台灣的人 自由到都知道 國民就是國家的主人 所以我很高興台灣民主化 讓很多人的那個努力 包括吳先生這些前輩 還有人還有其他很多人 包括我們台美人的第二代 在洛杉磯 我們今天成立台灣會館的 最主要的初心就是 我們需要保持我們台美人的價值 所以希望你們踴躍參加 6月12號在2點鐘 在Shilton的San Diego Room 那個可以你們可以見到 吳先生本人 而且你買書的話 他也可以給大家簽名 他年紀 年紀也很大了 所以呢也是很寶貴的時刻 那我知道媒體會簽進啊 然後在禮拜天可能都很少出來 因為你們辛苦的 每個禮拜都很辛苦的 在為這個媒體工作 那難得就是禮拜天才休假 所以其實我們也鼓勵你們 來參加 好 謝謝 謝謝賴前董事長 那接下來又請我們 王美貢前董事長 來跟我說幾句話 聽國車各位 還有我們的那個 人運輩前董事長 愛漢才董事長 你們的秘書長 你們的愛事業 前董事長 我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參加這個 那個五禮貝親書發表 或是五禮貝先生 因為五禮貝先生在我認識他 已經有大概三十五年左右 那我為什麼會跟隨五禮貝先生 因為他很多理念都讓我非常的欽佩 而且他也是我們彰化人 所以我們就有多了一層的關係 他跟吳釗燮外交部長是一個俗字關係 那五禮貝先生他每次辦什麼活動 都會叫朱里 朱里來找我 美貝你要參與 一些不好活的 那每次他的理念 他的講話 都深深感動我的心 那今天他出了這一本書 我看了以後 我是覺得這個人的一生 真的是都是用以台灣為優先的精神 在保護我們台灣這個國家 那我看了以後我也發現說 這本書如果沒有給第二代的人知道 因為他們那個國語中文都看不懂 那第二代的人根本都不了解他 那要怎麼傳承下去 所以今天我一直很高興說 有五禮貝先生他的一些知有知己 把他翻譯成英文 那我就想說 如果這樣來鼓勵我們第二代的小朋友來看 讓他們更了解我們台灣有這麼一個 以台灣為優先 以台灣為志向的一個精神的人 那我感覺 如果在6月12號的新書貨北會 大家能把這個信息傳給我們的第二代 讓我們大家可以傳承下去 這是我今天很盼望的一件事情 而且吳禮貝先生他也創造了一個HOMOSA基金會 那時候真的是把一些年輕人都帶到國會去實習 去為台灣出生 這一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佩 有這樣的人有這麼眼見看到未來 這就是我今天可以希望我們的第二代 存承下去他的精神 謝謝 謝謝王前董事長 然後其實他又請我們 舒賴前副董事長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各位前董事長 還有現在副董事長 和沈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認識吳先生 是1991年 我剛從Kansas搬到洛杉磯 然後我在找市 那他的太太剛好在幫忙賣票 做台美國民學會 是有一個派對 他打電話給我 他打電話給我說 我Kansas的那個雷英 說你會買票 所以我就找個電話給你 我就跟他聊天 我說你的先生是不是老留學生 他說我是吳太太 所以我不知道是誰 然後他還講說是吳里北 我嚇一跳 我原來是那個萬通銀行的董事長 那我跟他說我現在剛好 我剛來這邊我在找市 然後他就說那你就fax過來 那個你的雷子沒 結果第二天 第二天就跟我interview 結果第二天就給我offer job 所以我沒有見識去找其他的job 結果就一頭再進去 就做了30年的banker 所以他是 我是從槌泥很老的時候再去做槌泥 然後就進去banking 然後全部就在吳先生的手下學 他問我說你做事要用頭腦 可是做人要用心 所以我就聽進去了 然後對客人要很真實的幫忙服務 所以我後來就當經理 我也是這樣帶領我的手下 我說你的客人打電話給你 你五分鐘一定要回電話 所以就 我們的業績就不錯 那有一些客人就換銀行 可是他們也不習慣 別人會做我好的服務 所以一年兩年他們又會回來 所以說他的帶領就是說 你做事做人要用心 用心對心來對待你的客戶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是隧道很多 然後另外一點他就 他有他的理想 他跟我說他希望台灣有政黨輪替的一天 那我也在想有嗎 我們這一生有希望嗎 這麼困難 我這一生可能看不到了 看不到我們台灣政黨輪替 可是我就跟著他 我們台灣會館創館 然後他就叫我來當董事 我就一直當下去 做到副董事長 做到副董事長 做到台美小姐 就是他的精神有感動到我 就說他是一個領導 是community leader 那他那麼忙 當chairman 當銀行的總經理 我已經很累了 我下班很累了 結果他要來台灣會展主持會議 那我當董事 我當然也要來參加 所以他是有給我inspiration 就是說雖然當banker很忙 可是community service 是很重要的 我就follow他的step 然後他的魅力就是說 他有辦法 trade很多人 一千個人 五百個人 六百個人的那個會 那個fine raising 或者說一些activity 我是覺得不簡單 他那個一來就是 他票賣得很好 每人都賣一張兩張都很辛苦 他可以賣兩百張票 三百張票 所以我們都count on他 就是很多活動 所以我們都辦得非常好 那當然有一些 又有一些political 譬如說阿伯 潘瑞進 李秀蓮 什麼林立雄 那些潘瑞進 都是很多人 那個熱情 整個community的熱情 然後有理想 希望對台灣有一點幫助 對台灣的現狀有改變 所以台灣現在變成 國際visitable 我覺得是很多台灣人 包括台灣人 台灣的同胞 還有在國外的一些僑民 真的是一生一生的努力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才有辦 國際的visitable 是一點一滴這樣走出來 那吳先生的那個leadership 然後他的改 他有辦法 就那麼persistent 然後終於有改變 然後最後還放棄美國枸籍 回台灣貢獻 所以他的一生 是非常的健沛 那這份數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 跟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 很難就是說 跟他們解釋這麼detail 我們台美人的奮鬥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也是台美人的一個歷史的見證 所以希望大家來買一本書給 對的孩子還有孫子 來了解我們的奮鬥書 謝謝 要不要去吳先生的精彩的一生 謝謝賴副董事長 那接下來我想要cue一位 大概在吳立培先生旁邊 幫忙很久 然後也是一個我在大學時期 非常嚮往去參加的一個 FORMOS Foundation 前高層幹部Julie Lee 張學位也是我們會管前秘書長 來為我們說這句話 我實在是沒有準備要講什麼話 不過我想 我想很容易陪他 雖然他已經離開這個地方 差不多20年了 不過很多人都知道他在 在Los Angeles的他的所作所為 那他在他的本業 professional 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banker 不過另一方面他 他常常講說他最主要的 他的primary job 是要看到台灣成為一個 獨立自由民主的國家 他在這一方面他是做了很多的 很多的事情 有些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有些是很多可能沒有人知道的 然後譬如說他在美國跟一些政要 像Makowski 跟一些其他的國會的 就是那個美國 opinion leader 和political leader 他們的交情 也替我們台灣做了很多 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的貢獻 那這本書呢 他事實上是在2015年發表了一本中文的memoir 不過這一本英文版是已經 只是背在那個那一本 那個version 他覺得那一本書 他的target 他的對象是比較是在台灣的 那希望他希望他在美國 36年的經歷 能夠給next our next generation 他們一些 就是說讓他們有一些了解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本很好的那個 一個書給我們的 2nd generation 希望真的是希望你們禮拜天2點 然後他今年88歲了 他會到那邊去簽書 大家可以跟他 可以看他跟他聊天 然後大家可以到那邊去參講